的確在這個生產懷孕的過程當中 很多時候不只是產婦包括配偶 其實都是像是丟入了一個未知的叢林當中 得要靠自己來做摸索來去做了解 如果在我們的政策推動上頭 可以仿照歐美的國家 把我們的國建署的兩次的衛教指導 再加上12小時的生產教育 完整的去讓他們有充分的自我準備 甚至有付權的能力 讓他們足以面對未來在代產生產 還有育兒的道路上面 有一個更好的準備活動 呼籲生產教育 其實應該要納入常規的產檢當中 同時孕產婦跟伴侶都可以分別享有 七天不扣薪的生產照顧價 那讓需要的人 可以無後顧之佑的使用這項資源 就像你去健身房 大家都可以接受說你要找一個健身教練 那為什麼生小孩不用找一個教練呢 出產師的接觸 第一個他可以執行生產的教育 可以對產婦提供心理上的支持 那政府這方面是可以著力的 為何一個女人在成為一個母親之前 需要去挨那一刀 為什麼這麼劃一刀 在女人的身上是這麼的理所當然 以往二三十年前我們在醫院受教育的時候 其實會因切開執行是必然的 大家想的是要縮短第二產程 是要減輕產婦的痛苦 可是這二十年來累積的醫學實證 已經證實了這項醫療技術是應該要被改變的 如果我們的產家受了完整的產前教育 然後醫師跟駐產師共同來照顧 然後讓產婦生產前的準備是完整的情況之下 生產是用享受的不是受苦的 其實我們產婦的產後優於比例 在國際上也是數一數二的高 已經嚴重了影響我們的家庭資源 所以說我們會希望的倡議是產後的六個月內 專業人員的產後房事制度 那當然除了房事之外還有一個所謂傳息服務 我覺得對新手爸媽來說 除了照顧他們身體上的休息 那同時心理上的休息其實也是需要的 那到今天其實相對比較性別平等的新世代來講 它不再只是女性的議題 這個少子女化我認為也是年輕世代的一種無聲的反抗 那建立友善生育的環境 讓享生的人感生 那生完第一胎的覺得有信心繼續生第二胎 我想這不就是我們少子化政策想要達到的目標嗎